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ss Nellie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有一段時間了 沒拍片 因為我前陣子中了COVID 所以現在我仍然在休養 然後我聲音仍然還未完全可以康復 所以大家聽到我的聲音都有點沙沙的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外地老師在加拿大執業的Q&A 我也特意去選一些比較刁鑽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人因為我在加拿大做老師 所以我經常收到一些DM 就是問我一些不同在加拿大做老師的問題 也有很多本來在外地已經做老師的同行 有很多人問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收集了8條很多人問的問題 但有時候有些比較刁鑽一點 就未必可以開整條影片出來說的問題 就幫大家去解答一下 在未解答之前也希望大家幫忙 like share comment和subscribe 如果想更加支持我的話 也可以加入我的Membership 你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在右上角 就是atmissnillyclassroom 多謝大家了 那好吧 當然因為這次是一個quick fire question 一些快問快答 當然有很多東西未必可以說得這麼深入 這麼清楚 但其實一直以來我拍片 都有拍開一些影片 在加拿大怎樣做註冊老師 然後在加拿大的教師的resume 是怎樣寫 或者加拿大老師的人工 是否人工高福利好 我本身在我的channel裡 已經有一個playlist 專門講講老師經驗的分享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過這堆影片的話 其實我都非常建議大家去看 我會把playlist的連結放在描述裡面 幫助大家更容易找到playlist 然後你可以去到playlist 然後如果有問題 或者一直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放在留言 然後我就可以拍第二次的Q&A 去回答大家一些比較刁鑽的問題 好 第一條問題 這條問題有很多人問的 就是外地老師在加拿大 可不可以做老師的 當然如果不可以的話 我之前就不用拍一段影片出來 說怎樣去註冊做老師 其實這條問題是非常空泛的 我很怕別人問我這條問題 因為在一個沒有背景的情況下 很難回答這條問題 如果你只是這樣回答 我當然可以 但是你可不可以真的註冊到 然後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可以見到requirements 然後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工 其實這些是很多事情 都要不同的factor 不同的情況都可以發生 所以我很難以片概全地說 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當然它是有個機制 是可以令到外地的老師 可以繼續在加拿大做老師 但是機制是否真的可以在你身上 可以用得到呢 這一個就是不同之處 所以當然我也是 refer你去我的playlist 我有整三條影片 是說怎樣去註冊 做老師 怎樣去找工作 然後如果你真的 遇不到requirements 那也沒辦法 但如果你遇到requirements 那當然可以做回老師 第二條問題 英文不好 可不可以在加拿大做老師呢 其實是可以的 我都遇到很多的老師 都英文不太好 包括我自己在內 其實英文不好 這一個是有程度分的 你說要英文有什麼程度 最少有什麼程度 才可以做到老師呢 當然如果你去註冊的時候 他都是需要你去考英文試 所以你當然要遇到它的requirements 看看你在哪個省 有些省可能是ILs要6 有些省可能是ILs要6.5 那你就要看那個requirements 但是如果說是一些day to day 就是每一天去做老師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做老師 要看很多policy 然後有很多都跟法律的文件 是有些相似的地方 因為我們經常做事 都會跟回Education Act 所以變成如果你是看得明白 就是你看完那些policy的文件 而你看得明白 是知道它是說什麼的話 其實你的英文程度就到了 你不需要去到一種 即是非常之可以寫到文學作品的程度 才可以去做到老師 因為好像我這樣 有時我的email 可能都會有少許 grammar的錯誤 或者是有時我跟我的學生 講話的時候 我又會不小心穿錯字 或者是有些 grammar mistake here and there 但是重點都不是在那裡 最重要就是你可以去到一個程度 即是你看這些policy 是看得明白的話 其實你已經可以在加拿大做老師了 下一條問題 外地老師是否很難找工作 外地老師其實是比較難找工作 不是因為他歧視外地老師 最主要是因為外地老師的教學經歷 和在加拿大教書的教學經歷是非常之不同的 所以如果我要回到香港教書的話 其實我都會很不適應 同一時間 即是外地老師過來加拿大 他們教書都可能會很不適應 因為有很少的國家或者地區 所以他們教書的方式 其實有很多地區都開始不是這樣 但是因為有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是有公開試 所以他們教書的方式和加拿大教書的方式就不同了 就算加拿大其實都好像只有Alberta 和一些引用Alberta的Education System的省 但如果是需要公開試之外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都不需要公開試 變成你教書的方式 然後怎樣去接觸學生的方式都不同了 很多時候有很多老師來到都會很不適應 而有很多人就會說 你剛才說Alberta有公開試 那我去Alberta就可以了 也不是這樣說 因為Alberta的公開試 其實和我們所想的公開試都不同 他們只不過是一個30%的考試 只不過是那個考試是省出的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都是70%平時分 所以和其他省的制度其實都是很相似的 變成外地老師來到這裡 其實最大是因為那個心態不同了 然後教法不同了 所以他們去找工作做的時候 interview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踩到地雷 因為校長去見 或者是任何教育局他們會見的時候 都會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老師 可以教到加拿大的教法 不是說教工開始 所以變成就會難少少運工 又第二 我已經忘了第幾條問題了 下一條問題 我做不到老師的話 可不可以做教學助理都可以 其實我很說真的 我有那句說那句 我很不喜歡別人問這條問題 但我仍然明白為什麼別人會問這條問題 其實在外地 即非加拿大地區 或者非美加地區 教學助理的工作 就好像是一個assistant teacher 這樣的工作 但是在加拿大 或者在美國 教學助理不是assistant teacher 通常教學助理會在special education 或者在一些behavioral的地方工作 他們通常做的工作都是直接接觸學生 然後譬如說 如果在special education 他們會做威飯 然後他們會幫助他們換輪椅 或者是我試過有家學校 然後有學生要釣鹽水 然後會幫助他們換鹽水 這些工作 然後可能需要一些寧靜的空間的學生 或者是一些自閉症的學生 然後他們就會陪著他們 建一些寧靜的空間的工作 變成就不像其他的地區 他們的教學助理 比較assistant teacher 這樣的工作 變成其實在加拿大 如果要做到教學助理 說真的 我真的做不到教學助理 我做不到他們的工作 因為他們的工作實在太厲害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可以做得到 而在這裡做教學助理的話 其實你是要有牌才可以做到教學助理 老師牌是做不到教學助理的 所以變成他們的工作太神聖 我每一次看到他們 我都覺得非常之佩服 所以不能說我做不到老師 就去做教學助理 在加拿大這件事是行不通的 我為什麼會說我不喜歡別人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在我心目中 教學助理是非常之神聖的 就是我覺得好像 我做不到老師就做你的工作 但是當然我也明白 為什麼別人這樣問 因為在其他的地區 是教學助理 是好像assistant teacher 所以明白的明白的 只不過是大家那個 同一個字的想法不同 所以如果你說我做不到老師 你去做教學助理 這件事是否可以 是不可行的 除非你去考教學助理牌 下一條問題 高學歷在加拿大 是否比較容易得到工作的機會 答案是no 其實我自己是沒有老師的 我是沒有老師的 我是得我的HBSE 即是Honish Bachelor of Science 還有Bachel of Education 我是沒有老師的 亦都沒有PhD 在加拿大有老師的 有PhD 亦都不會令到你容易得到工作的機會 因為其實在加拿大 尤其是K-12 他們的心目中就是 你的知識是應該要懂的 即是你不會說 因為我讀Master 我對Physics會更加認識 或者因為PhD 我對Physics更加認識 這樣 這樣東西是你 Grade 11、Grade 12 Physics 你應該要懂的 即是無論你是大學 Master 或者PhD畢業 Grade 11、12 Physics 你本身就應該要懂 即是如果你是教Physics 所以變成他們的眼中 不會說因為你Master 或者因為你PhD 所以令到你容易得到工作的機會 所以高學歷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是你說 如果我是Master of Education 或者PhD of Education 都不會 因為Master of Education 可能你會知道更加多 一些Theory類的東西 或者是PhD的話 你會做一些教學的研究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打到實戰 即是在加拿大 他比較需要一些可以打到實戰的老師 多於一些比較鑽研 在Academia的老師 所以變成你有Master 有PhD good for you 但是他們著重去看的 是比較打實戰的經驗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同事 像我這樣 我現在去到主任級 但我有些同事可能是老師級 即不是主任級 他們都拿了PhD 所以其實不是關於學歷的事 即是關於打實戰的事 也不是說我比他們厲害 只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即是不同的學歷 即是高學歷 即是高學歷 不代表你會去成為什麼 或者會容易得到的工作機會 在老師方面 好,下一條問題 有Special Education的Master 或者PhD 是否可以在加拿大教Special Education 那這個就不是的 因為Special Education 在加拿大 就不是一個在大學讀的科 它是要你需要做了老師先 然後之後去獲得個Qualification 所以就算是你本身 可能你讀完Master of Special Education也好 或者就算你做到一個研究 去說任何Special Education也好 仍然都是好像我之前那個 之前那個問題 都是說打實戰的經驗比較多 所以變成你是需要做了老師先 很多時候 譬如像我這樣 我都有Special Education的牌 雖然我沒有教過Special Education 但是我當時拿牌也是一樣 就是先拿了註冊做老師先 然後我們就會再讀一個Course 然後去讀Special Education 那Special Education的Course 是安省的話 即是不同省有不同的長度 安省的話 它是分三部分 然後它是計算時間的 那你可以那個Hours 我當時就讀一些計證辦 一個月全部取消 那些 我就在暑假的時候取消 那些 但是我就是讀了Part 1 我就沒有讀完三個Part 但是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讀完三個Part 你不喜歡的話 就這樣讀Part 1 就算了 我不是說我不喜歡 我當時是想著讀了Part 1 看看自己喜不喜歡 有沒有興趣再讀上去 所以如果你有Special Education的Master 或者PhD 就跟這個是加拿大教Special Education 就不是一個等好的 那所以你是要先拿了老師牌 然後才會拿這個Special Education 的Qualification 那有時候你可以拿你的Master 或者PhD 去跟他爭論 可不可以跟Part 1等同 或者跟Part 2等同 那你就可以直接讀Part 3 就可以了 因為我知道 在加拿大 有些Master 是跟Part 1、Part 2等同的 所以有些人就可能讀了Master 某樣東西 跟着Special Education 或者Guidance 然後 之後 他們就跟發牌的機構 就交易 就說我可不可以直接插進去Part 2 或者直接插進去Part 3 所以這個是要拿了牌之後 才可以商量的事 下一條問題 我在哪裏是英文老師 可以在加拿大教英文嗎? 其實是很難說這件事 要看回你本身在某某地方做老師 是以一個什麼資格去做英文老師 因為在外地做英文老師 通常 除非你說 你本身教英文 是有教英國文學 即英文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 教英文的都是教Grammar 或者教作文 這些為主 然後 要看回你本身去 去教英文 即教這些Languages 的時候 你的Qualification 究竟你是Tesl 還是你說 你大學本身是讀英文 之類的 如果你本身的大學 不是讀英文出身的話 在加拿大 是不可以教英文的 因為在加拿大 英文不是教Grammar 或者是教寫文 之類的 在加拿大 是教英文的 是有Literature 我說Literature 不代表一定是 Shakespeare 之類 其實有可能是 Modern Literature 但是 Still 你本身是英文 即英文是出身 或者你是 在大學 是 take enough credit 即 收得到 夠分 即夠學分 你才可以在加拿大 做英文老師 所以你就會發現 有很多 在外地的英文老師 他們都不是英文系畢業 而他們回到加拿大 或者美國 或者英國 他們都做不回英文老師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本身在大學 就不是讀英文出身 所以他們教不到 一些Literature 類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變成 不可以做回英文老師 但是 在加拿大 我們都有一些 英文的班 是會教 Languages 就是ESL 即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但是你要記住 一家學校 只會有一至兩個 ESL老師 雖然你可以獲得 一個教ESL的牌 但是 會有難度的找工作 不過現在會好一點 因為現在 ESL老師都缺 所以就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一飽和了之後 那就可能會難找一點 ESL工作 應該是和這個 多不多人移民過來 或者多不多人過來 留學 是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越多人移民 或者越多人 來加拿大留學 就越需要 ESL老師 如果那陣子 少人來留學 或者少人移民過來 就少一點 ESL老師 所以 這條問題 就是要看你本身大學 是否有讀 這個英文 而 這個很tricky 因為有些人 讀那個英文 是讀 Bachelor of English Education 就要看你本身讀的 Courses 是否有教Literature 如果你是Bachelor of English Education 而你的Education 是教Grammar 或者是教Writing Essays 之類的 就未必可以轉得回 做一個英文的老師 下一條問題 在外地教書的經歷 在加拿大 是否有用呢 我很sorry 講一句就是沒有 你會得到一份尊重 但是對你找工作 或者是 到你真的拿到一份工 的時候 真的可以有多少seniority 的話 就沒有什麼關係 那通常 為什麼呢 就是好像我之前說 就是因為 加拿大他們的教法 或者是美加教法 跟香港 或者是外地的教法 不同 我們不是一個精英制 變成 我們其實是 在一班裡面 你是會 如果對比起香港來說 在一班裡面的話 你是任何Banding的學生 都會有在同一班裡面 那變成了其實你的 那個diversity很大 不單止是文化的diversity 在某一科裡面的 就是learning的diversity 都很大 所以在加拿大 為什麼說打實戰經驗 會重要過你懂的knowledge呢 就是因為knowledge大家都懂的 但是你怎樣去令到不同的Banding 不同的能力 或者不同的diversity的學生 都在你那班 都可以拿到他應有的success 的情況之下去教書 這個才是加拿大比較看到的重點 所以變成你在外地 而他們那個教法不是這樣的 他們可能是教 如果你是可能Band 3 就可能想一下 怎樣去improve到Band 2 或者是怎樣去補底 然後你本身教Band 1 你就想我怎樣可以拿到更加多升 那當然我講這句很general 但是那個system 不是說你的熱情一樣 是那個system一樣 那個system就是那個system的 變成你將那個經歷拿回來 另外一個system的話 就未必可以套用得到 所以有時候我有些同事 他們未必是香港的 我其實沒有香港的同事 但是有很多外地來的同事 他們來到的時候 都好像一種culture shock 就是一個震撼教育 變成他們都辛苦 他們都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適應 我曾經有個同事 其實是我現在的同事 他以前是在印度做校長的 他都用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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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間 在加拿大才可以 其實有時候他暫時 暫時現在都還未 有些事情他都還未習慣 但是他用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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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間 才把他以前的教法 去習慣到到現在的教法那裡 所以在外地教書的經歷 在加拿大其實有沒有用呢 我想不算太著重 所以要預期在哪裏拿了幾多年經驗的話 如果真的想在加拿大找到一份工作的話 而在未找到工作之前 我會很建議那些人在加拿大教學的制度 如果你真的這麼有空的話 就會拿到一些加拿大教書的經驗多些 對你找工作就會容易些 那好吧 今天就講了這麼多問題 然後如果你有更多的問題 也可以歡迎留言 我都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越刁鑽都越好的 因為我很喜歡一些刁鑽的問題 希望大家幫忙按一下 like share comment和subscribe 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 加入我的membership 也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就是右上角 atmissnillyclassroom 多謝大家收看